锦号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辞职 锦号洪森辞职是假 传位于儿子是真 看到这个消息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柬埔寨人民真是多灾多难 好不容易推翻了反人类的红色高棉 却又被一个人凭借手中的权力 而非法律 弄出了一个是习制的首相世家 这个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家 竟然弄成国王首相双式习制 实属罕见 据《简中时报》7月26日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当天发表电视讲话时宣布 将卸任首相 报道称 新政府将由洪森长子洪马奈领导 洪森在国民议会选举前 曾多次公开透露 将交班给洪马奈 比普京干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普京没有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洪森不但没有给柬埔寨人民 一个强大的柬埔寨 硬是将一个国家治理到 靠大量国际援助 人均GDP也仅有1683美元 2020年的赤贫国家 而且还能和国王享受同样的世袭权力 实在是不可思议 可以这么说 在讲究政治文明的现代社会 这是一名脸皮加厚行人物 几天前 凤凰卫视对他一个采访 随后以凤凰专访洪森 牺牲最大的人是我 谁又想放弃权力呢 但短暂的权力放弃 有意于长期的安定 为题进行了报道 行独裁之时的洪森 似乎也承认民主制度好 我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虽然一些国家和团体 对我们提出批评 然而 我们对此并不在意 对于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 民众参与选举投票 之后的结果 也将依照减土债的宪法 并不需要那些国家承认 我们自己国家选举的结果 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进行的选举 只需要该国国民的认可 参与投票 来确认最终的输赢 这就足够了 我希望 未来五年 我们可以有一个出色的团队 继续推动国家民主制度的实施 洪森的这种搞法 完全是再学叙利亚阿萨德家族 及东方某国 子成夫叶那一套 洪森执政38年 结果 把柬埔寨弄成吃贫国家 他儿子登基后 能让老百姓的日子 过得舒坦一些吗 我认为 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非法律约定的是习制 一定会伴随着 权力野蛮 对待反对的声音 叙利亚及东方某国等 莫不如此 老百姓的苦日子 还在后头